1個全香港最貪心的阿仙奴球迷節目 因為我們至少支持4隊 一線隊 女子隊 U3 U18 EV Kita爸爸 阿俊 常偉 Ryan 粉果 點子冰冰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今日的點子冰冰 經歷過五場勝仗之後 終於迎來一場敗仗 輸得合理 始終面對的是強隊的利物浦 身為亞迷你不得不承認 現在阿仙奴對球與利物浦有很大的差距 無論在戰術上、節奏上 或人腳上與利物浦的差距 是有一定程度的 其實你們這場可以看到 利物浦入球的球員 都不是說 比較恆常的球員 尤其是 戴亞斯 沙拿 文尼 其實都不是用這些球員 都是用回 已經被人扁了一段時間的 迪亞高 祖達 和費明路 這就突顯了人家本身的板凳深度 比亞仙奴大 而亞仙奴呢 其實認真跟大家說 昨晚我沒有看過這場球 我今天看回大概十多分鐘的精華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對球已經很努力地做好每一部分的防守 也曾經有機會可以偷到利物浦的入球 例如奧迪加特那一刻 整體上來說 我一點都不覺得差距很大 但是就是贏 人家贏就是贏的把握力 和贏的小位 所以這一個我自己就覺得 沒有得遠 同時間 你也看到阿仙奴的心態挺好的 我覺得自己就是 知道差距在哪裡 盡力彌補 去到最後這個結果 我相信球迷也不會太大的反差 或者太大的不開心 等等等等 所以這場球之後 我自己覺得 對他士氣的影響 就不會很大的 但也是那句 雖然我們踢少幾場 但隨著強隊的對碰之下 其實他的優勢就不太大 所以都要多加留意 不好意思 有些後遺症的咳嗽很厲害 可以看看陣容先 陣容就藍絲道 門將就 今天這場球都夠了不少球 你看到他 你也都看到 沒有辦法 富翁健陽依然都未能出 所以依然都是蘇華利斯打著 你們都看到 兩個的失球 其實都是偏右的位置 那麼 那麼 加比爾和Ben Weiss打中堅 提亞利 帕迪斯打這個34 那麼 前面就35 7 和8 那卡斯利打過正中鋒 基本上陣容 和上場 對里斯特成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沒有辦法 始終在對手級數上面 你卻真的高一點 你們都看到兩個的失球 第一個失球 你看到的就是走漏了迪亞高祖達 走漏了其實我只覺得蘇華利斯的責任大 因為其實 收得太邊 反而令到 中間就 你看到其實在藍色戰爪就是走動的路線 黃色戰爪是蘇華利斯 那綠色戰爪其實當時 而Ben Weiss已經被其中一個利物浦球員 就拉散了過來那邊 換言之 其實要拍敵 或者沙卡仔去補個位 其實這個位置 在防守的整體性上面 我只覺得 就跟得不夠足 所以導致到 地下高祖達可以有條直線走到到盲眼位 那盲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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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主的時間 禁區 consig seem to go 那盲眼是要求善 那盲眼区也是的時間 那盲眼位 也看到 被忍了出去 那盲眼盲 所以在棲位的深度上面 這一球球 是出現了些少七問題 那… 但我只覺得 今天對球的信心 不會影響那麼多 那盲眼看上た Olsen 也看到有些球迷說 如果 quarterback reach that 來打個右閘會不好點 那我只不覺得其實也是差不多 因為其實這些球的拉散上面 是整體 防守 Networking 的安排 而不是局員個人質素的問題 而不是臭予過人的問題 但綜合來說 看回我們的Bench和利物浦的Bench 或者別人輪換的幅度和我們輪換的幅度 不是人員數量 是你見到Quality上真的會有一個分野 所以阿仙奴真的需要在這一方面 留下一點點功夫 因為坦白說 你見到擺出來的十二十三個球員是OK的 但其實之後的球員 大家都覺得好像差點差點 所以我自己覺得在整體實力上需要提升 但其實你現在的孤密論 現在的隱緩 也有兩個中堅會回來 一個是沙利巴 另一個是在美積球會買回來的那個 然後再加上Leno會走 換了美國門神回來 我覺得在後防上 質量是會有提升的 在Bench上 但也是那句 右閘的位置 其實真的需要一個 具卡士 或者具競爭能力的球員和富翁健陽去比拼 然後在前場上 我們現在當打的有35 有7仔 但尼古拉比比 我都覺得可以繼續用下去 以今季的表現 但我自己就 我覺得其實在正中鋒的位置 其實還需要更加多人去幫忙 那你說奧迪加特和羅仔 其實可以輪流打邊 都可以加多個球員下去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當這一堆球員輪換或者傷的情況之下 後備的卡士依然未夠 所以我覺得在進攻的火力上 還可以加多一至兩個球員 是用來增加這個位置 還有中場中 接下來艾蘭尼又會走 接下來的34 又不知道會不會去羅馬 所以其實在中場中的位置 阿仙奴亦需要下一番功夫 找回拍檔給拍敵 甚至乎我自己會覺得 其實是否可以用多些盧剛加呢 因為其實買回來 其實這個球員的Talent不差 那些Block位的那些都OK 那其實如果再這樣搖下去的話 其實我覺得對這個球員的發展會有影響 所以整體上來說 在這場球裡面 見到實力的分野 也都見到阿仙奴這場球 作戰態度很好 這麼貴 起碼大家看完之後 都不眼淵的 這場球 希望繼續努力 今天這場球 因為EV沒有看到整場 所以就不會做任何的球員評分 但整體上來說 我看完十多分鐘 我都不安慰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球隊 好了 接下來的週 會在星期六的夜晚 就會作客對阿士東維拉 都很難打 但是 要爭前四的 這些球一定要克服下去 所以希望對球 踢完這場球之後 就不要元氣大傷 但是 都要留意 對家其實很適合的 尤其是 前球員的馬天尼斯和張伯斯 最近在後防的組合上不錯 以及前面古天奴也不錯的 所以 真是要留意這幾把 突如其內的尖刀和防護盾 阿士東維 今季絕對會是一隻難老虎 大家小心 好了 最後 繼續支持兵家嘗試的群組 好嗎 EV今集偷懶版的點子冰冰 就到這裏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始終未清 都處於一個比較累的狀態 所以這場球就掉了 所以不好意思 所以這一集 也都偷偷地簡化了 希望大家都不會太介意 好不好 下一集回來 應該會有一個詳細版的點子冰冰送給大家 好嗎 下一集回來 再送回節目給大家 拜拜 拜拜 imddi i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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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賀